唉 現在那些女生 腦子都不知道怎麼想 一腳踏兩船 隨時船位人亡 你也是呀 惹了這麼多觀音兵 什麼呀 那一日未嫁都可以選擇的嘛 那為什麼男生花心呢 就可以說看定一點 女生花心就叫劈腿 那我不公平而已 嘩嘩嘩 家欣為什麼說這些呀 難道她也想做娘娘 收一大班觀音兵 在電影裡面就說我收了很多觀音兵 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現在都會經常聽到別人說 比如什麼兵和娘娘 在電影裡面都會經常說這兩個條例 其實我覺得挺有趣的 電影裡面就是說我收了那些觀音兵 全部他們都很有自己的特點 有些可能另一方面很聰明 但是全部都不是英俊的 可能有些什麼身形的都會有 而且挺有趣的 現實中其實因為沒什麼人會當我是女生 所以我就是沒有所謂的觀音兵 反而會是男生的性格相處上面 可能我自己的性格本身都是一些比較直和爽的女生 我反而會很怕那些很自由 或者會有一些很嗲聲嗲氣的女生 變成了我家中的喜歡現在的我的 有人喜歡自己是開心的 而且回來公司很多同事都會叫 家欣BB 家欣BB 你會覺得是很甜蜜和親切了 不過這樣如果家欣願意做娘娘 不用收兵都會自動報到 好啦